今天好傳聚要跟大家分享的是SEGA的景品 然後是RE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異世界生活都能講的 女僕中的 她是姐姐 拉姆 我一直 拉姆跟雷姆到底很容易 我不知道什麼 會念錯 就搞錯 這是拉姆 是粉紅色頭髮的 然後是所謂的旗袍裝 個人是蠻喜歡旗袍裝這個造型 是屬於個人的喜好 還是要算屁號 應該算是喜好 然後商品其實也有拉姆款 可是本人不知道為什麼並沒有拿到拉姆款 打開一樣的問題 就是 只有一半 然後 直接拿出來 商品本身分成 底座 然後 從零開始 是沒有 然後 有中國風的那個 碗的那個 圖騰樣子 還蠻好看 然後 扇子在這裡 扇子它是另外包裝的 我以為它是直接給我包裝 然後公仔本身是這樣子 然後是 直接就一體成型 並沒有說什麼 其他多餘的配件什麼的 打開後 裡面還有再一層包裝袋 這樣 感覺還蠻搞剛的 然後 一樣再拆 那應該先拆底座這一個 扇子的部分本身並沒有塗裝啊 就一個算是個粉紅色扇子 然後 公仔 公仔本身上 然後 腳的部分 它穿的是 狗跟鞋 這樣有點奇怪 然後 底 呃 底座插銷是在所謂的 右腳這邊啊 先裝上去 這樣就算完成了 正面看上 側面是這樣子 腳的開叉 開到所謂的 這已經到屁股了 然後 其實 它的 下面的 裙 這要算裙擺 裙擺這邊其實可以掀得起來 可以看到裡面的 小褲褲啊 這應該算是白色 嗯 對 我發現我來開箱子 很愛講小褲褲的事情 嗯 個人喜好 剛差點撿到 那個 紫扇的部分 紫扇本身是塑膠的 然後是硬的啦 然後 手上其實 注意看它這邊還有掛一個 像是佛珠的東西 它是紫扇是說 這樣子拿 喔 這裡 拿住 是像這樣子 然後其實紫扇的角度 可以稍微再調整啊 調整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正面看這樣子 側面是這樣子 底部是這樣 轉來圈給大家看 然後頭髮其實注意看 有點 有點半透明的感覺啦 算是一款蠻好看的一款啦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購買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購買啊 這是RE從您開始的 異界生活的 拉姆 旗袍